远程手术也称为远程医疗手术或遥控手术 是指医生利用先进的远程技术 通过计算机网络和通信设备 在距离患者较远的地方进行手术操作 这种手术模式允许医生在一个地方执行手术 并通过互联网或专用网络 与患者在另一个地方进行实时通信和手术操作 远程手术通常需要以下设备和技术 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 这是远程手术的核心组成部分 机器人系统由一台机器人壁和手术仪器组成 医生通过操纵手柄和控制台来控制机器人手术器械的动作 机器人系统具有高精度和稳定性 可以进行微创手术 高速互联网 远程手术需要高速稳定的互联网连接 以确保实时传输高清视频和手术数据 保证医生和患者之间的通信畅顺 视频传输和显示技术远程手术过程中 医生需要观察患者的身体状况和手术进展 因此高清摄像头和实时视频传输技术至关重要 手术数据传输和存储 手术中产生的数据如X射线图像扫描结果等 需要实时传输和存储以便医生参考和做出决策 远程手术可以帮助解决一些医疗挑战 例如降低患者手术风险 远程手术使得专业的医生可以在患者不方便移动的情况下进行手术 从而减少手术风险 提高医疗资源分配 远程手术可以让专业的医生在远隔地区为患者提供手术服务 缓解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 增强医生培训和教育 远程手术可以使年轻医生在实战中学习和接受远程指导 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尽管远程手术技术有很多潜在优势 但它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如网络延迟、安全性和隐私保护等问题 因此在推广和应用远程手术技术时 需要仔细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 确保手术过程的安全和可靠性